好 至于今天十点不一样焦点 现在关注的是美国五角大厦 近期证实伊朗已经向俄罗斯转移短程弹道飞弹 尽管还没有消息传出俄军已经在战场上使用了 但是到访基辅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碍于乌克兰战局有所改变 西方世界也应该对此进行调整 暗示可能放宽让乌军使用西方的武器 深入攻打俄国境内的限制 爆炸声响称云霄 乌克兰第425独立突击率 在乌冬拖列此刻出动一架又一架 名为巴巴雅嘎的无人机 狂轰俄军藏身的住宅大楼 但光用无人机还不够 乌军M2布莱德力战车 在大楼门口连环开炮 确保彻底消灭敌人 而往北30分钟车程的康斯坦定 诺夫卡镇乌克兰媒体 1加1记者目睹 乌尔两军激烈焦火 乌军说 从整个区域的前线城镇 村庄一路到俄罗斯 所称的红军城 也就是乌克兰口中的 波克罗夫斯克 无处不遭遇 俄国无人机汗 炮弹袭击 随着部队进入前线城镇 乌军得小心翼翼 因为就算有暗夜的掩护 俄罗斯飞弹没有停过 不过乌军也不是省油的在空中侦查队和炮兵的合作无间之下 阻挡俄军坦克 继续往前推进 至于在俄国境内库斯科地区的行动 乌军端出英制L119轻型榴弹炮 抢攻敌军 虽然这款由英国援助的 105毫米口径L119轻型榴弹炮火力较小 但英国军货商BAE早就授权给乌克兰维修和保养能力 甚至在乌国设厂让后勤维修在地化 然而此时俄军飞弹又滥炸乌克兰北部的苏美 这波空袭还引发首都基辅空袭警报大作 空袭当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拉米 两国的最高外交官都在基辅 英美两国除了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将近15亿美元 折合台币482亿元的援助之外 布林肯还暗示可能将放宽让乌军使用西方长城武器 深入攻打俄国境内的限制 尽管没有明确开绿灯 但布林肯表示碍于伊朗已经向俄罗斯提供 FATA-360短程弹道飞弹 让乌克兰战局出现改变 西方世界也应该进行调整和应变 对于英转移弹道飞弹原俄 而遭到欧美制裁的伊朗现在拼命喊冤 外长特地用英文在X平台上 po文否认有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乌克兰总统泽洛斯基还是那句老话 呼吁西方世界在持续援武的同时 还得用外交手段来对莫斯科施压 结束这场打了超过两年半的战争 TBBS新闻综合报导 而俄罗斯虽然还没有办法打退在库斯克的乌军 但是已经尝试在这里小规模的反击了 不过俄罗斯不仅忙着打俄乌战争 还从10号开始发起名为 大洋2024的大规模海上军演 演习的范围更号称涵盖了地中海盗太平洋 因为这次中国大陆也派出了几艘的军舰参与 而演习举行的期间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也警告美国 如果敢在日本部署中程的导弹系统 将会联手北京展开双重反制 俄罗斯伊尔38反潜机飞运海上投下声纳浮标 各式军舰也纷纷出动发射炮弹 大袖海上军事肌肉 俄罗斯明明忙着打俄乌战争 却还是大动作举办海上联合军演 这次又揪来好麻吉中国大陆参与咖 这场名为大洋2024的战略演习 阵仗惊人 号称范围从地中海延伸到太平洋 为其七天的演习 共出动九万名士兵 四百多艘舰艇和120架军机 大陆解放军则派出四艘军舰 分别是飞弹驱逐舰 西宁舰 飞弹驱逐舰 无锡舰 飞弹护卫舰 淋漪舰 和综合补给舰 太湖舰 及三架舰载直升机 俄罗斯演习不分就业进行 除了发射搞马脑超音速反舰飞弹 也公布发射天王星反舰飞弹的镜头 主要目的当然是 呛下西方及北约 所以这种情况可以看得出 俄罗斯一方面 它是想要借由跟中共的 这种所谓战略 前作伙伴的这种关系 来分散对于俄务战场的注意力 那在北京的话 这是利用跟俄罗斯的联合 这是来对西方进行一个平衡 敏感时间 俄罗斯和中国的小老弟北韩 又来添乱 在周四清晨朝东部海域发射多枚 短程弹道飞弹 日本方面严厉谴责 无独有俄 俄罗斯女战狼11号才指着 美日痛骂 警告美国若敢在日本部署 提封中程弹道系统 那么俄罗斯就会与北京展开双重反制 所以美国退出之后 美国陆军就重启了中程飞弹的计划 那第一个推出的就是提封系统 它其实是把美国海军的 这个MK-41垂直发射器 搬到路上的机动卡车 所以它就可以相容于各种战术 群立飞弹 它有美国海军的F-6 SM-6飞弹 这款飞弹系统今年4月已经率先部署在旅宋岛北部 这次俄罗斯对于同款系统可能要部署到日本很不满 国防院战略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解读 其实是帮中国出气 俄罗斯这次说指责提供飞弹可能部署到这个和日本 很明显的是等于在替北京说话 因为如果部署到日本的话 很可能不是在本土而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 也就是冲绳跟石原岛一旦 那么主要的打击范围是中共的北部战区跟东部战区 俄罗斯有空军演 却还是无法打退在库斯克的乌军 尽管俄罗斯现在确实开始在乌军占领的西北部地区 科列涅沃尝试反击 但关注战况的大陆军事专家说 俄军还不到大反攻程度 但是我认为现在还不能说 俄军对库尔斯克州的整体的一个大反攻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整体上来看 我觉得这个俄军现在的攻势重点 还是在乌东地区投入了大量的兵力 在库尔斯克方向呢 并没有看到这个俄军大量的这个补充兵力的这种迹象 而乌战争的战火扩大到 俄国境内日前更传出有俄军的无人机 进入北约国家罗马尼亚 有民众夜晚听见爆炸声 除了罗马尼亚 波兰 斯拉托维亚 也接连侦测到无人机入侵 到底俄罗斯是故意还是不小心 都让当地民众吓出一身冷汗 铁新闻 冲不倒 再来看这堪称扰台常客的中共殲-16战机 载弹量大 机动性高 电战系统也不断的提升 被视为是四代半战机的代表性机种 中国大陆的国内专家不但将殲-16跟殲-20等战机的战力组合 形容为三组鼎立 甚至认为他足以批敌美军的F-15EX战机 不过我空军推移飞观从各个层面分析 表示国军的主力机种绝对有能力与之对抗 中共殲-16战机 后燃气的火焰照亮夜空 东部战区机队编组 我练夜间空中加油 目的是让主力战机得以全天候延伸作战半径 从外购的苏凯30延改 殲-16这款多用途四代半重型战机 即便在解放军把大部分的资源 投入量产殲-20和研发殲-35的现在 仍然稳居空战主力 殲-20跟殲-16的爬升运动性能是相反的 这两个可以随时保持在高位的位置 而殲-17它的整体的爬升性能 以及它转身的顶点的情况是较为低一点 所以它适合在中地工程 互相因任务的需要搭起来 执行空对空 但随着执行空对面 我其实殲-20的角色 很大一个角色 也就是它要去遮断防空跟躲起制空权 主要是利用它的隐身的能力 也进行侦测的能力 加上它数据电飞翔的能力 来协助殲-16或殲-10 来做后续的一个攻击 机动性高 航程远 载弹量大 可配备号称射程超过200公里的空对空飞弹 加上近年提升了主动雷达 更发展出电站专用版 殲-16和殲-20与殲-10C的高低配 中国大陆国内论坛用三组鼎力 形容这组对外用兵空中战力 殲-20或殲-16 大概每年生产数量大概50到60架 各550到60架 那我大概认为 大概中共目前来讲 大概15个殲-20航空旅 加15个殲-16航空旅 大概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编制 国外军情观察网站Military Watch 近期指出 解放军航空旅持续进行换装 其中驻扎在南宁空军基地的 一架序列号733-68的殲-16 编号1303 从批次和数量反推服役的总价数 推测这款战机可能已达350架 中国大概大部分 把那个精力摆在这个殲-20 还有殲-35 还有后续 已经快10年 没有亮相的这个轰-20 这些东西其实会 会影响到他们后续的这些相关的部署 相对的 我们看现在的殲-15 殲-16 它相对的是一个比较稳定 然后比较 比较popular的一个载态 我国国内专家对数字看法不一 但不影响共军运用规划 它基本上就是负担又是中共 未来的第二岛链 跟第一岛链之间的一个 演成的一个工具 今天实习来讲 它的范围比较短 那它就负责16留下来的 后半段的这部分 对防务压力有感的 除了台湾还有日美两国 当加首纳基地 因为防务需求正在新陈代谢 外传美国国防部一项现代化计划 有意派驻F-15EX 加强驻日部队 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 正巧外界也将其视为 殲-16 头号对手 两者的运动性能 还有两者的雷达反射面机 都是接近的 两者的弹药吸行量 F-15EX略优于台北 那以电站的例来讲 F-15EX因为它 在整个美系的资源之下 整体评估来讲 会比电站稍微优势一点点 不过现代战争 本来就不是作对厮杀 如果纯粹以 飞机的雷达运动性能 武器的仇载量 电站的能力来讲 金国澳跟幻象来讲 跟他对这时候 确实一开始会被他 推着 我觉得F-16的条件在 雷达 雷达反射面积 电站能力运动性能 仇载武器来讲 跟殲-16对峙 我觉得赢面会比较大 充分运用手上的兵力 打乱敌人布局 或许更务实 TVBS新闻罗斯蓬叶甫 看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